小朋友兴奋的在亲子馆穿梭玩乐 一旁还有家长陪着小孩玩积木 终于可以再到亲子馆游玩 大人小孩都好开心 台北市12家亲子馆17号重新开馆 一早就涌入人潮 大家都遵守规定戴着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那在入馆之后 亲子家庭一定都是要做到清洁消毒跟量体温 那关于馆内的工作人员也都有健康的管理 那在场馆里面 我们也采取了空间的限缩 然后使用的玩具都是采用借用的方式 那使用完之后 其实都会要立刻马上去做清销 再留给下一只家属做使用 然后在我们的场馆的设备里面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消毒的设施 那我们增加了也很多时间是在做清销的部分 除了彻底清洁消毒 做好防疫工作 厂内人才仗载模式 规定每厂工作人员和亲子人数不得超过50人 而且必须事先预约才能进入 那目前我们其实也全面采取网路预约的方式 那现场就不提供现场的登记跟现场的后补 那我们会在我们全新的网站台北预约网 然后大家只要有台北通的账号 就可以直接做预约了 那在线上在防疫期间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线上的影片 给就是亲子家庭去做观看 然后也制作了很多的材料包 让就是亲子家庭去做索取 由于场馆空间限缩 叫玩具使用完毕 就会立刻清销 再给下一组家庭使用 另外亲子馆也制作线上影片 让亲子在疫情期间 也能一起说故事 动手DIY 在家找乐子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